在台湾相当卖座的纪录片 《不老骑士环台日记》 在片中有十位的不老骑士 展开了从美国旧金山到洛杉矶的壮游 当他们抵达了旧金山的这一晚 驻旧金山办事处的处长傅正刚 特别在金山湾区的桥桥中心 举办了行程的记者会 介绍这十位不老骑士的故事还有行程 也是让当地的台城 还有美国的友人能为他们加油打气 一抵达旧金山 不老骑士电影导演画天昊 一片中十位不老骑士 就在工作人员协助下 来到金山湾区桥桥中心举行记者会 十位不老骑士中 年龄最长的朱妙贵已经94岁 最年轻的张宏道也有78岁 由于十人没有美国重机驾照 因此这次将在BMW北加重机社团协调下 由十位美国骑士陪同 帮助不老骑士完成 从圣河西到洛杉矶的梦想 对于这条长达七小时的车程 十位年龄加起来近900岁的长辈们 要以奥多拜完成旅程 驻旧金山办事处长傅正刚 至此时表示相当佩服 这部纪录片不老骑士 九十岁的泪秀生 即使腰椎受伤 依旧抵挡不了想要完成长征的决心 这就是不老骑士的精神 每个人在述说出发前一刻的心情时 坚定的神情感动人心 这次他们不但要参加 当地一年一度的国际童玩节 还要在台湾志工社帮忙 筹措经费下 花三天时间 从圣河西出发 经过蒙特瑞 顺塔巴巴拉 再到洛杉矶 享受滨海的一号公路美景 完成他们的不老梦想 台湾观电视黄本出 美国旧金山 台湾报道 美国旧金山